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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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收看《科业果军》 超级版本 大家好 超级版本12月 有很多明星呢 我们是看到他从 小男孩小女孩 单身 结婚 有了孩子 带着孩子来我们的节目 好兴趣啊 还有一天呢 就是孩子也进入了演艺圈 我想问各位一个问题 因为今天现场很多年轻人 将来想杀进演艺圈的 请举手 好 几乎100% 请问 希望自己的父母是明星的 请举手 我特意希望我妈是 你也希望你妈是明星的 对 我有时候我妈睡着了 我还拿刘晓晴的照片贴她脸上 我说我妈是刘晓晴 今天呢我们请来的一位 这一位呢也是我们演艺圈的新人 她父亲呢 真的是演艺圈一位大腕 今天女儿要来到我们节目 她就干一件事 什么事啊 两个字 投诉 她要投诉她父亲 是亲生的吗 叫出来问呗 好吗 掌声有请本期特别来宾 申君怡 申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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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喽 大家好 大家好 你好 你好 凭借在电视剧乌龙山剿匪记中 饰演精明能干 却又心狠手辣的土匪钻山豹 申君怡不仅让人们记住了她 那张阳刚气十足的面孔 也给自己捧回了第六届 大众电视精英奖最佳男配角奖 你们虽然有四百多人 但都没受过正规训练 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 我真不愿意带你们 但是 还在我那死期的大哥的份上 没办法呀 对啊 派 派人把我大哥的尸体运回来 我要大办丧事 是 作为身军役的女儿 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的深奥 通过出演电视剧大西南剿匪记 正式进入影视圈 师債 有病啊 你来干嘛 师債 我没事 他把两皮 大口腔 这几小突板的 人们找病 医生队留在这 听听了吧 那你该不会要把他抓回来吧 对 我已经下了命令 全程搜捕 不惜任何代价 一定要把他抓回来 如果是死尸 也要抬回来 我要亲眼看到 爸 可是他不是低下党 你不能这么对他 你怎么知道他不是我们的 不猜 欢迎两边 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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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那帮哥 三车 你爸爸漂亮长得 爸爸年轻时候 是一代风流倜傥的小生 所以这里遗传基因在这 今天来这投诉的吧 太好了 又被我们收买了 如果大家今天有什么问题 要问两位的 也可以登陆我们的官方网站 乐风网 超级访问专区 还有我们超级访问的微博 来跟我们互动 再次回答我们的会员果汁 超级访问 谢谢 两位好 演员申君毅 写女儿深奥 做客超级访问 打开心扉 畅谈妇女之间的情感 申君毅早年和妻子黎毅 给女儿深奥留下了悲伤的记忆 小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淘气的小朋友 就会说 你爸不要你了 或者是偶尔欺负 什么的 又不然叫你爸来 心里特别自卑 特别敏感 是什么样的事情 让申君毅对女儿如此愧疚 我一年得有11个月在拍戏 确实对她的关心 也特别特别的少 就觉得碰就跪到地下 哎呀爸爸求求你了 求求你了 哎呀自己确实心里也很难受 申君毅想挽回和女儿的亲情 谁知道却难以化解 妇女之间的隔阂 她出生在一个离异的家庭 对于我吧 会有一些隔阂 我不太会跟她独处 就是两个人我不知道 说什么 在外边从来都不说 我是她的父亲 你恨你吧 是不是 录制现场 申奥为何会主动投诉申君毅 那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 我就跟你道声对不起 她对我再怎么着 这么怎么着 我觉得都是应该的 我没有任何的抱怨 申奥母亲的一封亲笔信 又会爆出怎样不为人知的故事 更多精彩 尽在本期超级访问 欢迎两位 谢谢 我们先来回忆一下 申君毅是哪年来的超级访问 十年前吧 十年前应该是 节目开播没多久 应该是2002年 有一次我们在那个长城饭店 在长城饭店的大堂里边拍戏 大家一看觉得挺风光的 一个女童这领的孩子 到长城饭店去办事去 她说小孩又非要在那看 她非要看了一会 妈妈给了领走 这会儿到吃中午饭了 我不可能拿着那个一次进饭格 在那个长城饭店大堂里边 对 太习惯了 没法就出来了 在外边的马路牙子上 蹲了一溜 一人拿一份回家就要吃饭 就抱着盒饭吃 一会儿那小孩 她妈妈脸上了 臭我脸上了 以后再不好好学习 让你跟他们一样 哎呦 我听了 我这痛苦 哎呦 太打击了 我就是就所以说 以后这影视演员 这就完成了反面教材了 说好听的 特别风光 明星大腕 说句不好听的 真不是人干的 我今天特别想问一个正经事儿啊 就圣奥这个名字 是跟深奥奥运会有关吗 一点关系都没有 因为那个20年前的时候吧 因为反正是各种奖都拿嘛 拿的奖比较多 完了那时候圣奥就出生了 我们家觉得就是说 你拿奥斯卡什么希望 说将来看你女儿的吧 所以就起为人叫深奥了 深奥 看着你从出生去耽误 担负着这个责任 你喜欢这个名字吗 或者说因为每个孩子 都有一个改名的冲动 你有想过改名吗 我有 因为小的时候 每次一个新的老师来 然后就看名册 然后提问题就会点名 每一次第一个问题 肯定是点我 因为我的名字最特别 特别吃亏 因为他这个名字吧 第一次申请那个奥运会的时候 他还比较小 完了领他上街去玩去吧 他自己感到特别奇怪 哎呀爸爸 怎么哪都写我的名字啊 到时候申办奥运会啊 申奥委啊什么 到处都是这种牌子 所以那时候他小嘛 到处都写我的名字 那我想为三 深奥那个 你现在进入演艺圈 是受爸爸的影响 还是自己的选择呢 小的时候其实特别排斥 这方面 为什么 就像同学可能都知道 我父亲是那个演员 然后就会说 从特别小的时候就说 上了你是不是要去演戏啊 怎么怎么样 但是我就上了普通的中学 高中这种 然后我就说我不学不学 我肯定不学 肯定不当演员 后来到了高中 那会儿就开始追星 追谁了 喜欢一个韩国明星 叫东方神奇 你认识吗 他也是说追星 我以为住我 两位 现在就录了这个行 大家都是做演员 对不对 你先和爸爸一起 有合作过拍戏吗 有的 拍了什么 我的第一部戏叫 《大西南找水记》 我觉得我挺荣幸的 这辈子她的第一场戏 我跟她演的 所以说这种妇女之情嘛 就是说往往就是说 不经意间就能把你们 给连到一起 我现在的事 就是给我表姐和表姐夫套个公道 两条人命 不是儿戏 表姨父 我求求你了 只要你能帮我杀了刘大猫 我做牛做马 来报答你和表姨 孩子 快起来 你让姨父 好好地想想 跟你表姨先回去 这是不对 不是哭哭啼啼的地方 你们拍戏之余呢 两个人会做些什么 在一个剧组里面 对啊 比如说在恒店待几个月 看见什么事 又是一家人 在恒店偶尔逛逛街 恒店有店逛街 它就一条街 然后我们俩就天天在上面逛 有时候逛逛小店 卖卖东西 看看家什么的 那我想问一下 会被人误解吗 会 会到过什么事 就是因为街上有很多演员 就是很多就是脸熟的 脸不熟的反正都是演员 很多在街边吃饭的 然后有一次我记得碰到我爸跟我 然后就说 说呦大声 这是谁呀 好他说我女儿 干女儿吧 我爸说不是不是真是女儿 因为我站在旁边我也挺高的 我说不是不是真是诗女儿 不是她 经常有误解 有一次有一次我们俩逛那个东方市场还是哪 东方新天地 东方新天地 那边照那个结婚照的 哎呀你来的时候你给你照那个结婚照 什么真的 我去 你叫什么结婚照 你这是我女儿 你主要是想变相夸你这个年轻吧 是不是 没有这是真是你问问生啊一点都不滑着 那今天戴君一开始就是说 生澳来因为你有个生字嘛 就申诉来了 投诉来了 因为我觉得这样可能每个小孩都有个叛逆期 对 然后特别是明星老爸 你也知道啊 要求比较高 那我们下面来看一下生澳对申君老师的申诉了 来我们准备了一个题板有请 投诉一是拍戏时管自己太严 好 请说出理由 你这样的生老师先说好吧 你觉得严吗 我觉得应该严 因为我在这个行快三十年了 从我进入这行开始 我基本上在方方面面都比较严格要求自己 所以说我对他的要求也比较严 我们评价一下 看看到底严不严 来 这是我在拍戏的时候 可能休息的时候会玩手机 然后他就会在现场很多人啊 很大声说上 再玩手机把你手机帅了 他们那很多人 对 但你玩手机有耽误过你工作吗 我觉得没有 休息期间吧 对啊 为什么不允许 为什么不允许 我因为你做这个行业吧 我觉得你首先你要对别人尊重 就是说你玩手机不拍戏的时候 你可以在边上玩 但是拍戏的时候 我就希望所有的演员不要到现场走戏了 还拿着手机 有一次我们在现场拍戏走戏 就很多演员都在呢 也有很多群众演员 他的现场吧 我们那个剧组吧 都是微博惹的货啊 因为我们在一个胡同里拍戏 胡同的右边这道墙上 一溜 得有八九个演员 所有的人在那一个洞 这照样机一照样机就是一溜 我说我想在现场玩玩可以 但是拍戏的时候 一定要把手机放到包里 或者交给你的助理 你到现场就好好走戏 但现在拍戏的当中 有很多演员 就是说都有这个毛病 玩玩拿手机到现场一边走 拿着看 就是说我不希望师傲 他有这种毛病 我就会当着很多人的面 我说师傲你干嘛呢 我说你再看手机 我给你摔了你信不见 其实你是说给别人听的 我也这样觉得的 但是别人玩 是双骂怀 希望那八九个都把手机收起来 但别人玩我是不会说 因为她是我女 是 还有什么要疼痛 还有第二点 第二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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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好自己说 我都不 说话太不顾我面子了 再讲具体的事情 就她就老说我胖 然后我在现场就说 就可能我 当着别人 对 我可能渴了 我会喝点饮料啊什么的 她从来不让我喝甜饮料 我不许喝了 你都胖了跟猪一样了 然后我就觉得特别没面子 我没说没这么说 你老说 你自己不逼 不是 我觉得就是说 既然你想干这行 真的要一个人 当时你生气的时候 是怎么样说的 我用一个反击吗 我说猪的话也是女生 所以说这件事 我觉得就是做演员的吧 其实你都用理啊 特别没有办法 我从开始坐那天起 我就时刻都在减肥 真的一点都不跟你们撒谎 我现在一天就两顿饭 我们家冰箱里 什么吃的都没有 您买的冰箱有多大 我们家有两个冰箱 它是两冰箱 啥吃的都没有 我们家有一点都不夸张 我那个双门冰箱啊 因为那时候是房子 刚装修的时候 要配厨具啊什么的 买了一双门冰箱 双门冰箱买到现在六年了 一次都没用 摆设 那你那两顿饭吃什么呀 你比如说 起来了喝点牛奶 吃两块饼干 这就是一顿饭 完了下午饿了时候 吃点水果 晚上就稍微吃点东西 您有没有特别就是满足的 吃不一大餐这样的经常的 就我给你讲一个事儿吧 有长荣一演员 我知道 有一个 有一个他就是吃什么都不长肉 有一次他们家 他做的那个酸腊粉啊 哇 我看了这么大碗啊 他在那狂吃 我特爱吃 哎呀我在那简直饿的 哎呀我尝尝 给我留点汤我喝口汤啊 哈哈哈哈 你这是啥 那个汤其实最发胖的 哎呀就是喝一口吧 嘴上有点味儿 你想想 你想想我这个饼啊 骨头架子又大 喝凉水都长肉 我一点都不夸张 我要不控制我自己啊 我估计我现在得220斤 您这这么些年 有吃过自助餐吗 吃过呀 这自助餐是 就是稍微浅尝济济脂呢 还是真的像我们一盘一盘 一盘又一盘 没有没有 一直就是说 这20多年来 一直都比较克制 作为一个演员 你时时刻刻 都要严格要求自己 方方面面 都是如此 你刚才看那个 我们看了一段 编程破晓的片段 女儿在镜头里 就这么一张小脸 不 但是他爸爸的基因 会告诉他 到一定的年龄 可能就会发胖 因为他现在年轻嘛 年轻日资嘛 但你不能当着 很多人说 女孩是个 你什么时候发胖了 在剪 现在该吃就吃 我就是拍那个 编程破晓的时候 他说我胖 而且我们在四川拍的嘛 什么吃的都不让我吃 四川什么都好吃啊 你跟你爸有没有 坐那狂吃一顿那种 没有吧 很少吧 没有 没有 我唯独请他吃的东西 就是我在剧组 因为他其他事情 我都不太管的 也不过问 我唯一管他的就是 我会买水果回来 我每天都会叫他 到我这来吃水果 陈老师 我真的挺同情你的 我听看您吃的那是猫食 没办法 我们给他们鼓鼓掌吧 演员真的挺不容易的 演员深君益 携女儿深奥 做客超级访问 打开心扉 唱谈妇女之间的情感 和妻子离异后 女儿归前妻抚养 深君益内心忍受着 思念女儿的煎熬 打电话祝女儿生日快乐 糊涂老爸却记错女儿年龄 十一岁生日的时候 那天好像是他拍戏吧 没能回来 然后他给我打电话 我说深奥 生日快乐 然后我还挺高兴的 我说谢谢爸爸 祝你十岁生日快乐 我就还挺生气的 拍戏的时候 我就会观察他 我想看他到底是一个 什么样的人 每天我其实就是到他房间 我前待十分钟 但是当杀青他先走了 我后来自己一个人 又待了半个月 我才意识到他 当时真的有爸爸 真挺好的 更多精彩 尽在本期超级访问 第三点 投诉是潜伏关注自己的微博 您弄了一小马甲 来看看微博 就是深君益老师 有自己的账号吧 有微博 我有微博 你来投诉 来 比如说我有的时候 晚上发一个微博 可能我看到一段话 我觉得很好 但是有点小感伤的那种 十一 二点发完了 发完以后我都睡了 他就差不多十二点半 一两点钟给我打个电话说 喂 你怎么了 是啊 不开心啊 什么什么的 我说没事 没事 我睡了 挂了 后来我发微博 就注意一点了嘛 然后有时候 就发发朋友圈 跟朋友说 我说今天好郁闷啊 怎么怎么着 他又是两三点钟 给我打电话 怎么了 怎么了 因为他一发那个微信嘛 那个朋友圈嘛 对 对 对 我们俩是哥们啊 朋友啊 他一发我这就有啊 对呀 你说人都睡着了 他那么晚发十二点多钟 刚要睡着 班儿想一想 哎 你看看 发的一个特别郁闷的事 我就赶紧打电话 我说你怎么了 我说没事 没事 我都睡了 你别大了 还有什么要投诉 你可以把他拉黑啊 那不敢 哪敢 哎 我觉得现在真的是 这个互联网时代 让人之间的这个私密性 越来越少了 那个谁 上次那个朱宇晨来 我们的节目就这么投诉 他比如说写两句山杆小诗 站在比如说楼顶上 看着三环路上面 车来车往 什么吐出口烟圈 他妈妈的电话就来了 啊 小宇 你会抽烟了 那我只是这么说而已 我不会抽 你还有什么要投诉的吗 没有吧 是要很清楚吧 那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 我就跟你道声对不起 但是 但是 我看到了那些伤感的 心情不愉快的 因为你是我女儿 还在打电话问你 你看 但是问题是 很好 女孩有些时候 希望有一种零待遇的状态 在那里就是娇羞啊 没错 特别美的那状态 我们 我跟你讲 你在电话打了三次 她就不敢再发了 你一定要了解你女儿 陈老师 听别老安慰她 你让她表现自己的那个 对吧 小姑姑 是不是这意思 跟老爸说 有点 说 反正写郁闷呢 不是真郁闷 不是你呢 不是真郁闷 不是真郁闷 你下面啊 我了解了了 他写那郁闷呢 不是真郁闷 是让某些人看 是不是这样的 对了 对了 哎呀 有代沟啊 终于理解了 下回不跟你咋了 你不解风情 年纪到了 来 着急访问 来说琵琶 对 来 下面我们来讲一下 下一个话题啊 就作为新二代的苦恼 是 真的 新二代真的会有苦恼 比如说我们采访那个杜淳呀 包括那个房祖明啊 他们也都跟我们说过 其实 虽然他们可能有更多的机会 但是他们承受的 这种非议特别多 所以对于这些孩子来讲 就比如说 上次谢提风来也是 就说 其实我很努力 我特别努力 但大家看到的 我都是可以走捷径 深奥有这样的烦恼吗 有 说一说 先从大学的时候开始说吧 就是可能一上大学 我从来没有跟任何人说过 我父亲是艳员 你是哪个学校呀 我是中央戏剧学院的 但是全校同学都知道 也不知道他们怎么知道的 然后可能就会有人说 是关系进来了呀 或者可能一开始 我的表演成绩 不是很靠前那种 然后大家可能就 不会找我大戏呀 这种 就是比较疏远 你会跟父亲说吗 不会 当时在大学里面 就是比如说 同学们排挤你呀 或者把你隔离开了 你会说吗 其实一开始 也没有很明显的排挤 后来到 排大戏的时候 大三 大三的时候 因为我是属于 特别幸运的那种 我是大二到大三的 那个暑假拍的 那个大戏男 叫维基 后来回到学校 正好在选大戏的角色 然后我去竞选 然后就是上了A组的女一号 然后一共ABC三个组 然后可能第一个大戏的时候 大家可能就会觉得 都是同学 凭什么我给你演配奖 我给你在后面站着 你在前面演 大家可能都会有些 就是想要竞争的那种感觉 然后当时挺不开心的 就是可能排第一个大戏的时候 除了我们组的演员 其他同学可能都不会跟我说话 然后都会觉得是 我靠我父亲 是不是老师 因为我父亲 怎么怎么样 其实我老师根本不认识我爸 说句实话 中系的老师 我是一个也不认识 我很少就是说 求别人为我自己办事情 就唯独有一次 就深奥要拍戏的时候 找我别人 因为我这里面看到 这个深奥在大学时候 写周记 周记就是你经常做一些记录 也写到当时的心情 说我只能沉默 当我难过的时候 当我感觉到什么的时候 当我习惯冰冷眼神的时候 阳光在哪里 文笔不错 我好累 并不想去争 因为我只是热爱她 单纯的 答应过外婆的 她会开心的 对吗 想念灯光打在身上的感觉 那么温暖 什么都不用去想 亲爱的 感谢你们还在 亲爱的 感谢你们 让我认识到哪些才是真的 北京胡同的夜 寒冷的空气 让我头脑清醒 大声告诉自己 向前走 向前跑 告诉自己坚持 告诉自己要坚强 我觉得特别像那个 很多年轻人遇到一些烦恼的时候 你里面提到外婆 说答应外婆的 她会开心 这指的是什么呢 因为外婆特别想看我 在舞台上演戏的样子 而且以前也没有看过 是你写的吗 是吗 因为文笔还不错 对对对对 我第一次听 我以前没看过 当时那个状态 我特想了解 就是排大戏的时候 有没有尝试 去跟同学沟通 还是就把自己封闭起来 我这个人可能 我生活中是不太会 特别主动跟别人说话的那种人 就是我是比较有点小 小自卑的那种人 心里特别自卑 你的随便一句话 我可能会想 是不是我做的 对很敏感 是不是我做的不好 反正可能说者无意 听者有心 这样 然后当时在班里 因为我是北京人 然后学校的床位特别少 然后我就不跟他们住在一起 然后每天排完练 可能看着他们一拨人 手拉手 然后就回宿舍了 但是我是住在外面的 我要一个人走很长很长的胡同 一边走一边哭 对 有点挺伤心的 但是也熬过去了 那你后来演那个角色了吗 演了 那个外婆去看了吗 看了 还挺开心的吧 我也不知道她看不看得懂 从中央戏剧学院毕业后 深奥继承副业进入娱乐圈 虽然父女俩在工作中合作默契 接连出演了三部影视剧 但是在生活中 深奥和父亲的交流却不多 原因是在深奥三岁的时候 由于聚少离多 深军逸和妻子协议离婚 小深奥一直跟着妈妈生活 而当时深军逸已经凭借乌龙山剿匪记 一炮而红 天约不断 因此也疏于照顾女儿 这让深奥对父亲深军逸一直心怀记恨 我想问一下就是你们两个人之间的关系 就是看起来既熟悉中间又有一点陌生 给我的感觉就是我能感觉到你对她的爱 真的就是她说郁闷了然后你打电话 但是我就觉得在她的成长过程中 似乎有很多你并不了解女儿的 很多很多都不了解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在我拍戏那个年代吧 深奥还小 我一年得有十一个月在拍戏 就是说在家的机会吧 特别特别的少 那你认识你爸妈那小的时候 确实对她的关心也特别特别的少 现在深奥哎呀 靠自己的努力考上中戏 而且文化课考得还很好 就是说她所取的每一点滴的成绩 对于我来说都是一个特别大的安慰 我觉得她有出息有本事 对吧成才了 但是至于就是说 她不给我打电话也好 很少来看我也好 我从来我都不抱怨 不是我就觉得因为像深奥这么好的条件 父亲又是一个大明星 然后他刚才前面说到了自卑 我觉得这两个字不应该在他身上出现 为什么呀深奥 我也想问这个问题 就你的性格好像不是特别的张扬那种 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意思 他完全自己打不开 对 为什么会这样一个性格呢 我也不知道 可能从小到大就是这样吧 因为他从小吧是外婆外公带大的 所以说那个从小呢就可能 对于我吧会有一些隔阂 就是他在外边从来都不说我是他的父亲 真的 你恨你爸是不是 小时候恨 因为我知道你是跟妈妈离婚了对不对 对对对对 所以跟爸爸相对比较冷淡一点 因为跟妈妈和外婆生活对不对 对对对 那我明白了 因为你想想我那时候 我一年拍四部电影 你不带他肯定没有感情 我最忙的时候到什么程度 爸今天回到家 我记得有一次 就是一个礼拜天 完了我是晚上八点多的 八点多的飞机 火车还是飞机我爸 完了下午我们带他去动物园去玩去 那时候他也就五岁吧 小孩们一到动物园玩得很高兴 但是我必须我又得走 回家又得准备 完了四点多钟的时候 就准备拉着他走了 小孩是吧 那时候可能电视看的也多 就觉得碰就跪到地下 哎呀爸爸求求你了 求求你了 再玩一会吧 你说那时候 哎呀自己确实心里也很难受 但是就是很多东西吧 对 也没办法 就是有时候我就问 哎你这跟谁学 我跟电视里学的 我才不记得 他才不记得 那时候也就五岁嘛 小时候对爸爸的印象 小时候其实多怪他 就是可能一年打个那么几次电话 我印象里啊 可能几个月打一次电话 然后每次见到他 可能可能是他在北京拍戏的时候 正好在家楼下拍戏 可能看到他 或者生日的时候 可能他偶尔会来 还不是不一定每年都能来 给你过过生日吗 过过 因为 哎呀 这种事情吧 真是没法说 从小他出生在一个离异的家庭 就是有很多东西吧 不愿意去 去激怒他 不愿意去触碰他 有很多东西吧 他因为身后还小也不能理解 不是我不想 而是由于其他的原因 所以说就 不想发生更多的矛盾 就是说有时候自己能忍 就自己也就忍 其实你想见他 也非常想见 想见非常想见 我有一次给生号过生日 我自己一个人在家 买了一个蛋糕 点上蜡烛 给他过生日 就你自己 其实我觉得李懿的家庭很多 我身边也有很多朋友都是 但是可能因为 正好就是因为我父亲是他 小的时候 可能会有一些淘气的小朋友 就会说 我昨天看见你爸 那个在街上 怎么怎么着了 然后我就会想 我都没有看到我爸 就会那种 然后或者说什么 你爸不要你了 怎么怎么着 或者是偶尔欺负我 什么的 又不然叫你爸来 就可能会 可能这方面也有点 所以就会很怨他 小的时候 其实你现在后悔了吧 那时候你看 你要看我演的戏就好 你就可以跟那些人说了 我爸是土匪 来了你们就都活不了 真的啊 我跟你讲 你爸当时演那角色 乌龙山交给气 但是小时候 后来我看过他一次 电视的时候 是放那个天龙半部 就是演那些星秀老怪的 头头头长白的 然后他们都笑我 说什么 我爸是做飘飞广告 做起达飞广告 是什么事情的出现 让深奥消除了内心 对父亲的积怨 拍戏的时候 我就会观察 我想看他到底是一个 什么样的人 每天我其实就是到他房间 待十分钟 但是当杀青他先走了 我后来自己一个人 又待了半个月 我才意识到 他当时真的有爸爸 真挺好 一次去深军义住处的探望 让深奥深刻体会到 父亲内心的酸处 那么大的房子 三层 就他一个人住 每一个角落吧 上面都有我的照片 我就才真的感觉到 其实他可能一个人 挺孤独的 就是觉得他真的老了 深奥母亲的一封亲笔信 又会爆出怎样 不为人知的故事 更多精彩 尽在本期超级访问 爸爸妈妈离异了 其实孩子有的时候 会变得特别敏感 情绪化 这里面有一篇博客 你女儿的文笔很好 然后讲的是 他对爸爸的一些感觉 来念一下戴君 爸爸杀青呢 也有好几天了 记得他在离开 在前一网问我 你觉得我是 怎样的一个人 我说我没觉得怎样啊 爸爸说 其实我看到 他脸上失望的表情 而此刻我想说 爸爸这三个月 是我董事以来 和你相处的 最长的三个月 从刚开机 我们每天到你房间 来待十分钟吃水果 到我晚上害怕睡不着 半夜三更 跑到你房间来睡觉 从我们一起逛街 买东西砍价 到后来你给我洗衣服 洗我洗不动的毛巾 从我把你叫过来 帮我打虫子 到你对我的朋友 也一样的好 爸爸 这三个月 我看到了不同以往的你 就中间和你吵过架 也和你闹过情绪 可我现在想说 谢谢你 因为你是个正直的爸爸 因为你是个可爱的爸爸 因为我们很多地方都太像 都太不爱表达自己 内心却隐藏了太多的秘密 爸爸我不恨你了 真的不恨你了 写得太好了 看的戏好难过 是那部戏破冰了对不对 对 因为当时其实 可能每天 我其实就是到他房间待十分钟 然后他给我洗葡萄 然后他有他自己的洗葡萄大法 就是拿一个塑料袋里面 全装满水葡萄 他会一个一个全包好 然后就这样洗 然后洗完了就放那儿 然后他就说 上 过来吃东西吧 然后我就过去 然后吃点 可能也不怎么说话 一块看个电视 然后吃完我就回房间 自己猫着去了 特幸福 当时可能没有感觉 然后他当时还给我洗衣服啊 洗浴巾 我拧不动那个浴巾 或者有的时候 房间里会有那种很大的虫子 我会害怕 我叫他过来帮我打虫子 一点一滴累积起来 一开始他们都说 你爸在剧组里陪你好幸福啊什么 我自己可能没感觉到 但是当杀青他先走了 我后来自己一个人又待了半个月 我才意识到他当时真的有爸爸 真挺好的 所以你这是杀青之后写的这个播客 是他杀青以后他走了 我一个人还是在那个房间 不然对啊 想到我感觉 我忽然说晚上可能就少了那十分钟 别人叫我去吃水果 或者可能就是早上 有时候他还给我拿早饭 但是你有没有想 其实突然觉得 哎呀我少了十年 那十年要跟爸爸在一起 你刚才听这段 是不是也特别有感触了 我觉得是 因为我这个人确实不太爱表达 包括他到上大学 二年级为止三年级为止 我们俩确实接触的很少 也从来很少交流 我唯独我只是批评他 有时候他对老师有什么不满情绪啊 我就会说他 包括有时候同学对他有什么看法呀 我说你也不要想那么多 你自己努力把自己做好了 大家就会认可你 像这种事情我一般会说 你包括他自己想做什么事情啊 需要买什么东西啊 我觉得可以的 我全都会买的 但是我觉得他不对的 我一定要说 至于他对我 我从来就说 没有想过深奥他对我有什么看法 他对我再怎么着 这么怎么着 我觉得都是应该的 我没有任何的抱怨 那我想问一下深奥 从拍戏一直到现在 我相信你也会经常 想回到童年 因为那时候对爸爸有一个印象 包括可能缺失了很多场景 家长会的场景呀 生日会的场景呀 但是我一直相信这个骨肉相连 尤其是父女之间 就是女儿跟父亲之间 他可以用很短的速度去 把很多东西抹平 我想问你 我想问你是不是这样 是 因为不知道怎么回事 拍戏的时候 我就会观察他嘛 因为当时我也成人了 19岁的时候 可是你就是人了 成人了 我有自己的判断了 我想看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我觉得他很正直 而且不知道怎么回事 我觉得我们俩性格还挺像 就是因为我们没有生活在一起 就算很像 那你如果在过去的成长当中 你对爸爸有抱怨是哪一点呢 比如说是不开嘉奖会呢 还是把你生日记错呢 11岁生日的时候 那天好像是他拍戏吧 没能回来 然后他给我打电话 我说生日 生日快乐 然后我还挺高兴的 我说谢谢爸爸 祝你10岁生日快乐 我真的还挺生气的 其实我老干个孙儿 你跟谁啊 经常把孙儿说错 人家说你女儿几岁了 我说你要算算 经常 其实爱的方式 是很多种的 不用拘泥小节 对 但是现在 我跟你说 年龄要年龄渐长 在接下来 父亲在你生日的时候 给你打电话 你会很高兴 如果他把你年龄说小了 你也应该高兴 真的是 不过我觉得 相对来讲是有一些缺失 那今天我们就把这个缺失补上 我们把 深奥1到18岁的生日照片挤紧 做了一个VCR 换给申君怡老师好吗 轻轻的我的宝贝 轻轻的我的宝贝 我要跌过高山 寻找那一时钟的太阳 寻找那一时钟的月亮 轻轻的我的宝贝 我要跌过海洋 寻找那一时钟的彩虹 抓住瞬间 适合 抓住瞬间失踪的流星 不要飞到无尽的眼光 拆开星星做你的弹圈 不要轻手折磨那月亮 还在上面写你的名字 还在上面写你的名字 最后还要冰到你 没来告诉你那一切 请请我的宝贝 其实刚才孙说到 这么多年跟爸爸 没有特别熟悉或熟络 什么时候 真正让你感觉到 你爸爸特别特别爱你 除了拍戏之外 还有没有一个情形 让你觉得 其实你在爸爸心目中 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就是今年年初的时候 因为他总是给我打电话 去年前年每年都打 说你来我家看看我啊 什么的 然后有的时候我可能在忙 有的时候不在北京 然后有的时候 可能我就不太想去 因为我不太会跟他独处 就是两个人 我不知道说什么 然后他就说 说那个咱家我还给你留着一房间呢 什么什么的 然后一直都没去 后来去年因为拍戏的时候 认识一个演员也来北京 说叫让我一起去看我爸 我才开车带着我那个朋友去看我爸 我一进去 真的挺吓到我的 因为很大的房子 我看到的很多每一个角落吧 上面都有我的照片 哇 然后真的厨房 就是什么都没有 厨房特别干净 整个家都还挺空的 有点不像 就真正意义上那种家的感觉 像那个我们看到楼盘的样板间 对 很新厨房都没动过 但是厨房也有你的照片 厨房没有 他不是 他都不进厨房 放了个照片 客厅啊这些 就每层都有吗 每一层都有我的照片 而且你想那么大的房子 三层就他一个人住 然后他也不做饭 就是每天晚上去院里的那个 白家饭 吃白家饭 然后今天去这导演家吃个晚饭 明天去那个演员家吃个晚饭 那也得人有点好呀 对 看到这么多照片的时候 你就是你是不是意识到 其实你在爸爸心目中占有很重要的一个地位 对 当时才真真切切感觉到 而且真的觉得他 他一个人 真的 一个人住那么大房间 我自己晚上我都害怕 然后而且 那时候在剧组的时候 有半个月 休息 我说我想回北京 他说那你回吧 我说你跟我一块回吧 北京多好 还能玩啊什么的 然后 他说我回去也是我一个人 还没人给我做饭 我在剧组里 想吃就吃剧组合饭 也不用想 我今天吃啥 我就 才真的感觉到 其实他可能一个人 挺孤独的 后来有一次 也是他拍戏的时候 他的头发 别看现在全黑的 其实全白了 然后那天在剧组里 我看到 他在那染头发嘛 就是觉得他真的懒了 这个女儿 今天非常高兴 两位来到这里 我相信 陈君余老师说得对 您是一个不善于 敞开心悲的人 其实深奥也是一个 有一壳的人 很感谢在超级访问中 你们能够表达自己的感受 谢谢你对我们的信任 谢谢 这个 请转教我们的编导 这个信其实是 挺重要的一封信 因为今天在场缺了一位 就是深奥的妈妈 所以知道深奥和陈君余 参加我们的节目 深奥的妈妈写了一封信 希望念给你们 想听吗 想 承受得了吗 承受得了 该承受都承受了 卓琳 尹梦嘟嘟 做客超级访问 讲述她们这对 神奇妇女的欢乐故事 面对高科技产品 卓琳为何如此崩溃 一万六千多买了 那叫奔腾什么兔啊 开了一次 打了一下就没用过 我说卖多少钱 一问到这位一问 两百块钱 老爸如此爱臭美 竟让女儿无法忍受 就是开着开着去了嘛 然后两边的镜子啊 反光镜都要瞧着 我爸就直接为了能照相 就他能把这个后视镜 直接就拧到自己的这边来 妇女爆料彼此的糊涂事 签列合同 爸我就想 我根本就没看日子 提前一个月 我就把马基老师 调到苏州去 马老师一到上 说 哥俩 怎么没人来接我呀 演艺界前辈 郭达 柏林 孙涛 他们又会对尹梦嘟嘟 做怎样的评价 一切精彩 尽在下期超级访问 这是给深奥的 孩子 我知道生长在单亲家庭中的你 经历了比大多数生活在正常家庭中的孩子 更多的迷茫和纠结 你更渴望得到肯定和爱 在你成长过程中 妈妈对你严厉 多于温柔 要求多于呵护 你心里的苦很多很深 妈妈想让你明白 其实眼泪和怜悯都是最没用的东西 事情不会因为眼泪而有丝毫的改变 只能让自己坚强面对 才能克服困难改变环境 尤其是你现在选择了表演事业 你所有的经历体验 你所有的痛苦都将成为你的财富 你会通过这些对人生有深一层的领悟 你的内心会更加细腻 敏感 深刻 丰富 妈妈今天看到的是越来越好 越来越优秀的你 还有一件事妈妈也想对你说 就是每个人都会做错事 年轻时会任性 会自私 会做不对的选择 但是 问问你面前的这个男人 括号深老师 他心里最爱的女人是谁 我可以替他肯定地回答 不是他曾经的妻子 也不是他过往的情人 而是他永远也无法割舍的你 看看你的眼睛 和他多么相像 有着同样的善良和爱 因为你是他的女儿 你们的血脉是相通的 你是他生命的延续 爱你的妈妈 你妈妈气写得太棒了 可以 可以 沈老师 你没意见吧 我没意见 写得好吗 好死了 好死了 所以我看出来了 过往的女人 这个是你的最爱 对对 难怪家里贴的都是她的照片 是要有什么对爸爸说的 我觉得 我会多去看看你 然后你自己要注意身体 还有呢 就中国人其实特别不善于表达 我爱你 爸爸 今天呢我们李晶特别有心意 说因为他老跟他女儿 穿青子装你知道吗 相信你们两个肯定 不会有这样的衣服 所以我们今天特别准备了 你们都可以穿的 我这件可以 谢谢 露体装 谢谢 这是你们自女儿的 你这大号的 谢谢 谢谢 希望你们能穿上 也希望大家来支持我们的节目 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网站 乐风网的超级访问专区 来跟我们互动 也可以通过我们超级访问的 微博 别忘了我们的节目在每周二十点五十七分 在BTV的财经频道 祝人适合各位见面 谢谢大家收看 北七会员果汁超级访问成功 谢谢 谢谢